少年右脸肿了一大块 眼周也明显红肿 看起来惨不忍睹 原来这一名在超商打工的少年 回家途中骑脚踏车 和一辆突然窜出的机车发生擦撞因此受伤 事发在26号晚上6点多 高雄大辽区向尾路 15岁的王姓少年骑单车经过Y字路口 正要回家却发生车祸 全身有多处的擦措伤 身上的手机当场飞了出去 只能和超商借电话通知家人 男骑士买药给少年之后就骑机车离开 不过少年的妈妈无法接受 认为对方怎么能没有报警就走人 雙方当下并未报警各自离开现场 事后尤其家人陪同王姓少年 自交通分队报案 虽然骑士有下车关心少年 不过根据道教条例 驾驶造势导致他人受伤或死亡 应该采取救护措施并通知警察 不得任意移动造势的车辆和现场痕迹 否则将处以3000到9000元罚还 目前警方正调阅沿途的监视器 希望尽快找到机车歧视 厘清造势原因 华人新闻苏一婷许富杰高雄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